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我们说到的纳指呀 都是有了非常的表现 那科技股板块来说都是比较走强的 那有关于大盘的一些变化 那包括市场上一些热点 那我们还是有请中文投资网的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J 各指数经过连续两个交易值的拉升过后呢 我们看到了标普 数环石 已经来到了空间上沿的阻力位 也就是近期我所关注的一个阻力 就是1685点 那短线趋势上就节奏而言 那么到达阻力位之后呢 市场反而倾向出现一轮局部的良性调整 我们可以关注标普的1655点 道指的15000点 以及纳指的3650点 这三个关键的支撑点位 那么从这张图上看 我个人认为 标普已经进入了上方的主题区 短线向下测试其关键支撑1655的概率呢很大 只有等个指数在关键点位直跌气稳后 我们方能看到另一波段的上涨 今天的市场分析就到这里 祝大家投资愉快 谢谢姐 那我们刚刚听到今天也在说市场 那首先我们来到中概股的一些表现来说 那实际我们中文投资网也有3x30中概股指数 那实际在昨天的时候也是继续有了一个不错的表现 那说到中概股 那事情的一个刺激的作用来说 还是由于近期发布的一些出口的数据 是一个非常利好的 那从我们对于中概股的一些统计分析来看 那实际从最近一个月的表现来看 中概股像一居中国 然后还有搜房 这些相对于房产市场周边的一些 可以说是房产中介 网站上的一些房产信息来说 都是走了非常漂亮的一个走势出来 那像一居中国最近一个月 有了90%多的一个上涨幅度 那像搜房也是有了50% 那可以说这一块的也是引起了我们的一个注意 那不仅仅是在中国的房产市场的一个周边个股来说 那对于美国来说 那像前期我们也是 可以说房产市场的数据来说 会有穿插进来的某一个数据 会有可以说不及预期的表现出现 但是整体来说都是有了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走势 那我们在前期也是一直能看到这些整个的一个表现的 那像我们说到的房产市场的 可以说是普遍的一个走强 对于前一阶段的整个的说家具装饰类的这些板块个股来说 都是有了非常强劲的一个推动作用 那像我们说到这个板块的 Lazy Boy的表现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走势 那我们可以通过图形来看一下 那实际这个Lazy Boy它作为行业的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指标来说 它今天可以说就不好意思 就是上一个交易日是有了一个继续走强的一个走势 创下了新高 那我们从目前的一个走势来看 急需要去突破现在的一个趋势线压力 那所以说对于整个这个行业的其他个股来说 都是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那我们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我们的一个商业客户 那就是STVS 那实际我们把这两个个股进行一个比较来说 就非常明显的能看出STVS是不是有一定的上涨的一个潜力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那从Lazy Boy的一个表现来看 那可以说从目前的一个股价来说 它是在20倍的市盈率的估值 那像STVS它从上一季度的季报显示来看 它的北美销售额销售额的一个增长就高达了79% 那相对于来说从去年同期的574万增加到现在的1026万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增长 也是非常大幅的 那从它的适应率来看 它相对于STVS是相对于STVS的一倍多 那如果说从目前的一个表现来看 那STVS的业绩增长要比Lazy Boy要增长的一个速度 要是非常巨大的非常快速的 那相对来说我们按照这个行业的一个领先指标的适应率来去估算 那STVS的价值应该是保持在8美元到10美元区间 那所以说STVS明显是有了一个被低估的一个趋势出来 那所以说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点 那另外可以说我们从近期的对于股董事经理Steven Liu的一个采访当中 也是了解到他是有暗示说目前也是在进行路演的相关事宜 那转版是不是真的能够在近期获得一定的披露 那对于我们对于个股的投资来说 无疑是一个潜伏的一个好机会 那所以说大家不妨去关注一下这只个股 那另外有关于其他的一些商业客户的一些信息 那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STVS 那大家可以编辑短信STOC可以发送到37284 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免费的热线资讯电话 1800958-8561 那欢迎大家来电或者是发短信 来寻求一些资讯方面的服务 那今天的最近华尔街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